为从源头上铲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自身的土壤 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2019年年末 官方宣布新疆参加三学一去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 鉴于外界关注教培中心学员结业后的生活 2月10日 15名教培中心结业学员应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发布会上 介绍了他们的境况 这也是新疆民众第四次在中国外交部与中外记者面对面交流 阿克陶县八人乡的阿里木江玉苏普成了村委会副主任 他说既因为他性格开朗 喜欢帮助别人 也得益于他在教培中心期间成长为万能的人 节夜回家后 因为我的国家通用预训续品好 只能让我多 在村里交友的明节 算是一个万能人了 加上我的性格开朗 喜欢帮助别人 村里老乡多恨人口我 家家户户有时多爱找我 还推荐我当了村委会副主任 在政府正式支持下 我们村委会前后投入了一千两百多万元 开建了虚晋转市 养殖基地 牛羊托干等抢目见识 帮助两百多户村民脱贫之福 阿普利兹阿泽也应在全班学得最好 经村委会和教培中心推荐 通过考试 成为拉伊喀乡政府民政助理 主要负责乡里生活困难户统计 发放救助物资 落实政府惠民政策等工作 有些结业学员就业或创业 并带动周围人支付 艾斯木图拉托和提结业后 因为眼界越来越宽 头脑越来越活 不但自己已脱贫 还为一百多位村民解决了就业岗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发言人伊丽江阿纳伊提表示 结业学员在政府帮助下实现了稳定就业 改善了生活质量 过上了正常生活 向请不吝点赞 订阅 BJ 陈埃声 转发 打赏冲 杉熱之外 平车人队运功